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要做导演 没有 我不想做导演 他累了 我也 我没那脑子 如果没有于谦等人 我是能做导演的 我相信因为你做过编剧吗 我做过编剧 我也导过戏 但是我这人 为特点 你知道我们拍戏 于谦老师他们大伙 德云社这帮孩子们都跟着参与 比如监视器在这 他们就在离我很近地方摆一茶摊 没有戏他们就跟那 涮羊肉 什么都连车在喝茶 烤羊肉串 反正是跟那瞎说 逗着玩 一乐呢 我就想 说什么呢 我就特别想过去 开始不好意思 一会儿 就过去了 非得这边来我 您回了吧 您看看怎么样了 所以我说 我这导演生涯就毁在他们几人手里 我拍戏有一毛病 我到夜里十一二点 就快笑场了 就跟犯了病似的 那为什么笑呢 不知道 就到十一点来钟 十一点半上下 你是饿了吗 也不是饿了 也不是饿了 这固执怎么回事 就特别好玩就觉得 人就特别松弛 有的时候一句不好玩的台词 就笑了都不行了 对对对 而且有时候你笑起来了 你在当那就还想笑 拦不住 对过不去 十四八次的 下次阎老师要演戏的话 缺人的话把他带住 这孩子可硕性很强 行我术行我神 你别带他去了 他连男女都不分 你们姐 叫啥都行 你比我小比我大 我 我不知道 我知道你比那谁大一岁 我比林志颖大一岁 那你肯定比我小 是吗 是的 叫大姑 大姑 大姑 我那天看陈建斌有一个采访 有人说陈建斌很老 陈建斌说 我其实跟吴奇龙是一边大的 我们这个不算什么 你看看郭特刚跟林志颖 你们天天拿我下饭可不行 那天有一个颁奖 我跟林志颖碰了一块 我们俩乐都不行了 我说这哪说理 一边大差一岁半岁的 我说那能跟爷俩似的 但事实上是那样的吗 是 我们俩差可能半岁 可能是半岁 但没办法 人家是演小生的 我这样只能演个爸爸 但是你这样的人也会扛老 就等你到六十岁 你可能还会是这样子的 我十七那年就这样 我十七我二十出头 都一直看着 比同年人要大一些似的 但是我到五来岁 可能就占便宜了 跟我同年龄的林志颖 他们都老了都没人样了 那会就瞧着我论来了 好吧 有鲜嫩的有后嫩的 对 好在你看我没有不良嗜好 所以连个褶子都没有 你看于谦老师 你这脸上都是褶子 脸上跟帘子似的 来进入我们的 今夜粉丝提办大会 节目开始 你们来的时候我们说了 新浪微博 关注今夜游戏的朋友们 有好多的粉丝 有话要跟你们聊一聊 我们让欣欣挑两个数 好 今天的问题都是来自 今夜游戏官方微博的网友们 有一个叫花花花掌柜的网友留言说 我很喜欢严宁老师 尤其是他演的《武林外传》 同掌柜对白掌堂放电时最为迷人 可否现场对郭老师放电 并说一些情话呢 我做好了 来吧 怎么放电 我哪知道 这是人家给你出的题目 郭老师 该仨你吗 这条过 这么好的眼睛又不行的时候 下一个 好吧 有一位叫安静的小妮子网友 留言说 严妮姐姐 你看起来是一个很不爱说话的人 但你饰演过的角色大多都很疯狂 我是一个学表演的在校生 想跟您请教一下怎么样才能自由地转换角色呢 我说过 我曾经说每个演员都有他自己的特点 我的特点就是我比较容易相信 就是把我放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给我穿上一个什么样的衣服 放在那个地方 我是很容易相信自己 相信那个角色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 首先要是一个演员的话 你首先要相信 要给自己一种自信的力量吧 是这样的 很专业啊 你回答了 谢谢大家